太阳探店一顿好饭 今天不吃饭 今天咱们来吃熟食 今天在我们家门口 这不是马上2月2龙抬头了吗 龙抬头吃猪头 所以今天带你们去买点猪头肉吃 那就是后边这个一手店 走 带你们买猪头去 人还不少 看见没有 2月2龙抬头吃猪头 抬龙头 对吧 叫2月2春龙节 买点猪头肉 咱这能切吗 可以切 那你帮我切一个吧 这一块大概有多重啊 这一块要得一斤多两斤 来两块大的 一斤这一块全要了 买还不多买点 然后再给我来几个猪蹄吧 再来几个猪蹄 给我来四个猪蹄 四个猪蹄是吧 对 猪蹄就给你切吧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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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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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完了啊 回家吃去吧 就是终于终于等到晚上了啊 然后呢 买的时候是下午对吧 吃完只能是吃晚饭的时候在吃嘛 所以就好不容易等到晚饭啊 那就给你们说说 就他们家买这个就很值了对吧 猪头肉 然后你买这个猪头肉上都是带耳朵的 那你买后边这一截就是既吃了猪耳朵又吃了猪头肉 我们把猪耳朵拿出来以后直接这么摆盘吃 然后猪头肉前面那一部分肥的就拌了一下 拿黄瓜跟那盘醋对吧 然后这边还有猪蹄跟红肠 就是酱猪蹄我觉得是一手店做的最好吃的 就是整个它跟我们平时吃那种酱猪蹄不一样 它这个烟熏的味道特别重 所以这个吃起来真的就很好 除了浓浓的酱猪蹄的香味以外 更多的都是这种烟熏的味道 所以吃起来特别爽 炖的就是特别烂糊那种 基本上用手都能撕开 这条筋就是猪蹄上精华中的精华 我再尝一下 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咸的 然后就是2月2日的主菜猪头肉 猪头肉闻起来就没有烟熏的味道 它的做法应该是不同的 这个就得蘸点辣湾醋 这样就是完美的一餐 然后就是最爽的一件事 就用手指用来吃 吃饭 然后就来吃 看这个咸的小蛋 都用来吃 蛋巨蛋 这个吃饭 是很不舒服的 就要吃饭又不是处理 中面点更吃了 你知道小蛋 有跟什么味道 Pierre 肉香味 加上这种面香味 反正按我的建议 买猪头肉的时候尽量买后半截 因为耳朵比较贵 所以后半截现在比较高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自己家里饭 一点点蒜 一点点拉拌醋 一点点黄瓜 这个吃起来就不会像纯吃猪头肉那么腻了 猪头肉的软嫩弹牙 加上这个黄瓜的清脆 相辅相撑 嗯 唯一一个 可以跟烙饼卷猪头肉抗衡的菜式 就是烙饼卷哈尔滨红肠 一手链的红肠也算做得很好 外边脆脆的肠衣里包着这种 有着浓郁蒜香味的肠 巨香 巨香 而且 而且 而且就上烙饼以后 脂肪的香气 加上淀粉的香气 一手链那个酱货真的是没问题 特别是2月2这么好的日子 一定得买点猪头肉吃 龙抬头吃猪头 对吧 所以呢 一定要去买一点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我吃了你产了 这期视频播完了 拜拜